十三先生,我想请君一战 就在刚才,宁缺正想跟女朋友出去谈恋爱 不料被一名僧人拦住去路 敢问可是书院十三先生 宁缺从未见过此人,不知对方是何来历 正想开口询问时,书吃说话了 原来是关海师兄 这位是烂科骑山大师的弟子,关海 听到烂科二字,宁缺如雷罐 望着关海诚恳而又坚定的眼神 宁缺脸色微变,一时不知如何应对 如果换作以前,无论在卫城还是在荒原 他都可以逃跑,可是现在不行 因为从荒原石修归来后 宁缺已经正式成为书院的天下行走 按照某种规则,今后不管谁发出正面挑战 他都得接受,而且还不能办 其实宁缺从来不害怕战斗 他只是怕打不赢对方 让夫子和书院蒙修 更重要的是,他担心在交手的过程中 暴露入魔的真相 给自己和整个唐国带来麻烦 为了找到最佳应对方法 宁缺决定先让自己静一静 安顿好关海后 宁缺走向长安城南的雁明湖畔 一个人在那里名神禁思 他知道,今天这一战 是自己代表书院入室后的第一战 只能胜不能败 而且不能使用浩然气和原石三剑 因为前者为正道所不容 后者不适用于修行者之间的护正战斗 这两种最强力量都不能用 如何战胜关海 宁缺想了半天 最后决定采用非常手段 出奇制胜 为了防止万一有人看出破绽 他特地选择封闭而又宽敞的南门观正点 作为战场 请大师先出招 比人妄动陈念已是不改 岂能先行出手 我若先出手 你便没有了出手机 关海闻言便不再客气 一上来便是最强的佛宗明王应其手势 将气息灌满 视机而动 而宁缺则用意志 强行压制体内的耗燃气 防止饕贴跑出来咬人 他就这样背对关海 咬牙切齿地站在那里 等着挨打 十三先生 你为何不出手 我若出手 你必死 宁缺入室第一站 选择以揭末的方式取胜 保全了对方的性命和自己的名声 如此坚强的定力 让关海心服口服 关海认输了 经此一站 江叶的白月光莫珊珊 对宁缺更是刮目相看 你今天很强 嗯 以后还会更强 要不 你再服务一会 我赶紧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